你好 欢迎收看2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县政府为了提升花莲县的救灾救护能量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号举行的消防局热税分队新听社的 落成启用典礼 现场徐正卫亲自到场剪彩给予祝福 启用典礼在古镇省市表演带动下热闹举行 由县长徐正卫 消防局长林文睿 瑞瑟乡县乡长陈敬光 县议员哈尼嘎造 黄灵兰以及消防三大志工 共同参加剪彩以及接牌活动 请接牌 黄灵兵保安 黄黄一展 风雨顺 消防旧单 火舞大 目前已经落成启用的包含花莲分队 光复分队 万荣训练塔 吉安特搜大队 瑞瑟分队 还有今年即将落成启用的封兵分队 以及预计112年完工特搜训练基地等等 其中会表示共同来为花莲消防建设来努力 给予所有消防伙伴最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再来也是希望我们给予锦销一销有更好的基地 还有我们在花莲 无论硬体的建设 或者是我们的长训 以及我们每一个月的训练 基础的训练 还有我们落实到家务宣导 落实到公共空间的宣导 落实到学校以及文件服器在的宣导 让全民的整个消防的意识能够不断的提升 另外消防局也争取了花东基金补助大约有两亿四千九百五十万元 将在四八高地民意营区限制新建花莲县特种搜救训练基地 即防灾教育园区 除了利用训练基地提升消防同仁战绩并且强化救灾能量之外 更希望能够借由防灾教育园区来提升花莲县居民的防灾意识 记者高双双 瑞穗香采访报道